歡迎收聽《紳士國庭新聞》 我是詩詩 以下節目內容取材至時事評論員周曉暉在《大紀元》發表的文章 據9月12日中共官方媒體消息 習近平特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紀委書記李希 將於9月14日至16日出席在古巴夏娃娜舉行的77國集團和中國峰會 此外,李希還將會去古巴、巴西和埃及進行訪問 77國集團成立在1964年 是一個經濟組織 因創辦成員有77個而得名 總部設在日內雅 目前,該組織已有134個成員國 這個組織看起來雖然龐大 但大部分成員國是非洲、南美、南亞等經濟不發達地區國家 而歐盟、經濟組織等大多數經濟發達國家都不屬於該組織成員 在77國集團官網上 中共被列入正式成員名單 而中國政府雖例行參加該集團會議 但至今也未承認本身為成員國 對此,中共外交部網站上明確否認自己是成員國 正確支持該組織主張 並與其保持良好合作關係 1991年在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籌備會上 中共政府與該集團首次以77國集團和中國的方式 共同提出立場文件 中共的特立獨行大概是不屑同那些經濟發展落後國家為伍 此後,該組織常以77國集團加中國明以對外發布宣言及指代該組織 雙方合作俗正擴展到經濟、社會、聯合國財政和預算等眾多領域 2014年6月在玻利維亞舉行的77國集團成立50週年紀念峰會上 根據當時發生的消息 陳竹代表中共與習近平向玻利維亞提供8千萬美元的按揭貸款 用於構置四架飛機、翻身機場設施 顯然,這樣的傻弊更多的是政治層面上的需要 2022年12月在紐約聯合國總部舉行的77國集團和中國部長 上時任國務委員兼案長的王毅發表講話 提出中方四項主張並歡迎更多77國集團成員 加入全球發展倡議之有小組 其政治用意十分明顯 到現在,在中南海最高層面臨西方國家結成同盟反共 在西方投資、貿易、遊客暴跌 正迎來前所未有的驚濤海浪時 習近平派出政治局七常委之一 也是自己所信任的李希 前往古巴參加77國集團峰會 有什麼目的呢? 首先,習近平前所未有敢派出政國級高層附會 逐以顯示對古巴和峰會的重視 而這個時候在習近平去年11月和今年8月 分別在北京和南非兩次會見 古共中央第一書記、古巴國家主席卡奈爾後 由日韓彰顯對古巴重視的舉動 其次,派李希參加77國峰會 現在強於發展中國家的聯繫 但如果李希只是口頭說得好聽 沒有金錢的投入 77國集團在多下國際形勢下 對中共的支持也是有限 因為中共的朋友從來都必須靠金錢收買 第三,習近平派出的是自己的心腹之一 或者承擔著某種不為人知的使命 即尋求古巴在反美鬥爭中配合中共 為什麼這麼說呢? 今年6月,由美國現任和前任情報官員 向《華爾街日報》透露 中共和古巴正就在古巴北部建設聯合軍事基地進行談判 這個可能會使中共軍隊駐紮在距離美國100英里處 報導稱,中國古巴兩國已經就在古巴建設新的涉聽站點 達成了原則性協議 而這個設施將使中共拿在古巴島最上永久駐軍 並擴大對美國情報的收集 包括電子涉聽郵件、通訊和航行資訊等 但最令美國擔心的是 這個基地只是中共海外基地項目的一部分 4月26日,《華盛頓郵報》曾報道 中共希望在2030年前 建成至少5個海外軍事基地和10個後勤保障基地 這個計劃被中共軍方稱為141項目 無疑,中共的這種通過在海外建立軍事基地 以及通過各有企業投資、興建緩建或租任港口在全球滲透 不但使中共可以在港口所在各 及周邊國家施加政治影響、實施威脅 也對西方民主世界構成了威脅 將現了它稱霸全球的野心 美國情報官員表示 拜登政府對此非常緊張 正在與古巴官方聯繫 試圖阻止這項交易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也回應說 他已經向中共外交官員明確聲稱 我們對中國在古巴的情報 或軍事活動深感憂慮 這件是我們將非常非常密切關注的事情 我們對此非常清楚 我們將保護我們的國家 我們將保護我們的利益 夾在美中間的古巴如何選擇上面滋擾 但北京要想古巴不顧美國的壓力 繼續與中共合作 大撒幣是必然 因為所謂的擁有共有的意識形態 原不及金錢的力量 中共會向古巴再殺多少錢呢? 日前中共駐古巴大使馬暉接受採訪時 提到中共正通過一帶一路 幫助古巴發展經濟民生 如去年5月 中共援助古巴應對氣候變化物資 包括家用太陽能光復發電系統和智能燈具等 幫助古巴解決偏遠地區牢村居民 一部分基本用電和照明需求 中共還搭穩將古巴蜂蜜、套酒、翻石樓像等 特色產品在中國最大商務平台售賣 此外 中古也將繼續加強在生物技術、可在生能源、 衛生、旅遊、教育、經貿、交通、通訊等領域的合作 這些需要中共投入多少錢呢? 早前據國內外相關媒體綜合報導 在剛剛過去的2019年至2022年四個年頭裡 中共政府對外援助項目累計超過8700億美元 折合人民幣約6萬億元 在國內經濟下滑、幾億人失業、無數人被公額的房產、 醫療、教育支出壓得全不過棄黎的時候 中共卻為一己私利 在古巴繼續對外大撒幣 中國人如何能不憤怒呢? 但可預見的是 即使李希此行大撒幣 中共官方媒體亦不會詳細報導 畢竟現在民間的火藥桶比比街市 至於李希此前最重要的目的是否能達成? 稍後我們可以從美國方面的消息提出端藝 但以美國釋放出的不允許 中共在家門口殺野的強硬信息來看 古巴的抉擇一點都不容易 今次的《紳士國聽新聞》就到這裡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粵語版部分內容已加入大紀元的Patreon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 請記得按讚、訂閱和按鈴鐺 支持我們支持真相吧! 請求一下 請了一列 請 Volt 給你 請稍後 請 請 請